车祸失去右腿的一位单亲爸爸 长期失业生活困苦 儿子因为羡慕同学都有智慧型手机 请同学在电视购物频道 买了一只六千多块钱的手机 却不敢跟爸爸讲 一直到业者来催款 这位残疾的爸爸付不出钱 一时想不开 竟然就在家中割腕 幸好及时被发现就毁灵 跟着远景进入江先生的家 不难发现这里没有女主人 因为他的太太十年前跟网友跑了 坐啊不好意思 国中的时候江先生因为车祸失去了右脚 而现在他只剩下三个 念国中跟小学的子女陪伴 没有工作只靠学校的营养午餐 果腹度日 但最近却被购物台的一通吹脚电话 吓得割腕自杀 我儿子用 就是用他的名字跟生日之号 我不晓得为什么 为成年还可以购物 他儿子订的是一台六千多块的智慧型手机 却把爸爸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连吃饭都成问题 哪来的钱 一时想不开才会割腕巡短 他儿子赶紧报警 当远景破窗救人时 他还以为付不出车钱 一度不肯就医 没有连就是费用 要去录影的费用四百块都找不出来 一家四口只靠低收入 获得补助金度日 江先生对儿子是满怀愧疚 只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这个希望不知道何时才能实现